前几天国庆档四部大热的影片同步开分 这个结果着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 那部让我期待了三年的片子竟然平分垫底 先说结论 坚如磐石不完美有问题 但开分6.7也确实不至于此 即便不考虑影片的删减问题 重篇依然有着七分往上的水准 而长达四年的删减 送审驳回而后再补拍 也让这部原本近三个小时的电影 被硬生生的磨成了公用版本的127分钟 送你坚如磐石奈何鱼弓一山 接下来我将深度结合影片中的删减情节 以全篇最隐秘的副市长仲刚为核心 对整个故事进行复盘 同时也会抽丝剥茧 对影片中的细节和隐喻进行详细解析 但你真正看懂这部善恶权欲交织的坚如磐石 温馨提示 以下是集严重剧透 尚未观影的朋友建议先点个收藏 观后再看 在复盘剧情之前 大家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下 仲刚这一角色 因为他的人设经过了一次较大的调整 在2020年的首发预告中 黎志田是这样介绍苏建明的 而在公用版本中则改为了 在官方发布的物料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仲刚身穿警服 在一旁听取案情进展 苏建明表示想要主导调查 仲刚果断否决 并用眼神暗示负责此次案件的副局长 作出判断 由此可见 仲刚的人设从原本的身兼副市长 和公安局局长双职 改为了单独的副市长一职 同时把公安局局长的身份给到了刘波 这里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刘波同意苏建明主导调查之后 影片随即切到了晚上 仲刚一脸不满地质问刘波 为何放权给自己儿子的桥段 因为在原片的设定中 刘波就是当着仲刚的面 放权给了苏建明 所以才有了质问的情节 那此处刘波为什么在明知仲刚 不想苏建明插手的情况下 还要旨意放权给他 因为唯有胡子可入虎血 而全身而退 无论刘波是正是邪 是想彻查仲刚 还是想帮其他人借机扳倒仲刚 唯有太阳底下的苏建明 有这个本事 此处还有一个很有用 但就是有点没用的笼知识 在现实中 通常情况下 真的是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 同样的 副省长兼任省公安厅厅长 副县长兼任县公安局局长 原片设定中的身兼双指 是完全合乎现实逻辑的 同时 这也解释了正刚 为什么会对破案的进度如此了解 为什么能第一时间 拿到众人的录音 以及为什么结局 苏建明拿到手机 却不回警局 因为正刚 他既是场上犯规的运动员 还他妈的是个裁判 何大 大监与大善 岂能并列 你这是夸我呢 还是损我呢 整部影片以两大事件为核心 划分为了前后两个大阶段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 拉回到影片前半段的核心事件 公交车爆炸案 我相信在这一段中 大家普遍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疑惑 谁是幕后指使 以及为什么要策划这起案件 犯罪分子绕了一大圈 把正刚喊过来 对他说的那一句 你是个坏人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咱先说第一个疑惑 我相信认真看完全篇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是 正刚本人策划了爆炸案的一切 目的是为了嫁祸给黎志田 好作为筹码来威胁他帮自己做事 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在故事前 其让观众如此困惑 是因为正刚这一条完整的人物案线 被藏在了冰山之下 重篇中几乎全部都是一语带过 缺少了流程细节 早在爆炸案之前 先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 首先是调查组来找正刚个人谈话 隐隐透露出了要彻查他的意向 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正刚 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要变天的可能 于是就找上了黎志田所说的 千万有钱 官上还有官 正刚为了从监察组的手中逃脱 确确实实联系上了这个有能耐 保住自己的官上之官 人家当然也不会白帮 在原篇中人家开出的价格是 之后的公用版本则改为了48个亿 这里的修改可能是觉得100个小目标 有点太过夸张 毕竟偏征的金武集团 一年的产值也才400多亿 演一闭一周 四分之一的产值就转手送人 哥谁也顶不住 正刚手上没有那么多现钱 于是就把负责给官上官 洗钱的白手套高进 介绍给了受制于自己的黎志田 可怎料黎志田不松口 把高进给赶了出来 至此监察组马上下场彻查 官上官钱没到位保不了自己 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 被逼无奈才想出了 用爆炸案栽赃嫁祸 逼黎志田给钱的这一招险棋 更为讽刺的是 正刚最早硬把爆炸案 赖在黎志田身上的时候 两人争吵时 黎志田从自信满满的中变道 不是你往后备箱里放点毒品 就能把我抓起来的时代了 现在要重举 而正刚临走之前 还对着他说了一句 要证据是吧 这里其一是说明正刚早年 应该是没少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其二也是提前暗示了爆炸案的真相 说白了也就是一出升级版的 后备箱藏毒大戏 而正刚要求作案人员 在大庭广众下说的那句 你是个坏人 共是充分显示出了 正刚这一人物的心思缜密 共有两层用意 第一层当然是为了 让自己与爆炸案撇清关系 自己又是被骂又是差点被炸死 必然不会是幕后真心 也正如正刚无比伪善的对着罪犯说的那一句话 无论你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 无论我是不是有资格在这个岗位上 你都不能威胁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就是想要在公正面前树立一个 新系百姓的好官形象 为接下来的第二层应议做铺垫 而这第二层要知道 正刚早已得知监察组要来彻查的消息 无论如何该来的总会来 但是来是一回事 为什么来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爆炸案上 正刚不把自己牵扯进去 那之后监察组的到来 在外界看来就是上头在初步调查之后 严重怀疑正刚作风不正 才主动下场彻查 但现在有了那一句大庭广众之下的 你是个坏人 监察组的到来 在外界看来 是上头在社会舆论的引导之下 不得已才下场彻查真相 对于正刚本人而言 两种情况虽然都要查 但性质已全然不同 公交车爆炸案 随着合约的签订 以及关键众人刘明利的死去 不得已画上了句号 同时随着一句无名女尸的莫名出现 影片后段的核心事件 也正式开启 朱莉谋杀案 很多观众估计会被这具尸体的 突然出现而感到猝不及防 上一个镜头还是周东宇饰演的李慧林 若有所思的说着 现在能做的事就是懂 懂开水冒泡 接下一个镜头 就是几个路人抽烟是无意的强烈 发现了李志田藏尸的地方 从故事逻辑上确实有些刻意 但其背后的隐喻也是十分清晰 其一则是想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其二便是李慧林所说 水只要烧开了 无论如何一定会冒泡 善恶终有报 有因必有果 如果说此前的公交车爆炸案 正刚只是想要李志田的钱 那这具尸体的出现 才真正让正刚动了杀心 因为他清楚得很 重点不是死了一个人 而是他为什么会死 此时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 彼时的正刚还只是一个出入仕途的新人 因为取到了身为官二代的何秀丽 一路平步雄云 当上了金江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李志田在被逼无奈 亲自东门拜见何秀丽时 卓正提到了 再结合何秀丽自打李志田进门 弄是没给一个好脸色 态度强硬且傲慢 轻描淡写一句 事能工伤 不仅点出了整部电影的提演 也将李志田堵得哑口无言 事为尊 伤为耻 你李志田再有钱 在何秀丽这个官二代面前 狗屁不是 李志田在何秀丽面前闭上了嘴 既是清楚他背后的强大后台 也是清楚他真正的痛点是什么 而这个痛点就是借自己上位的正刚 竟然背着自己找了一个情人 朱丽 从苏建明给杨小薇的录像足以见得 年轻的朱丽 风姿绰越歌声动人 妥妥一小明星的级别 无论男女这种扭曲关系下的胜负欲望 会很轻易的把一个人最狠辣的一面逼出来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李志田拿出杨小薇的照片时 何秀丽那股狠劲儿情不自禁地冒了出来 恨不得当场撕了她 因为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这一张熟悉的脸正好戳到了何秀丽的痛处 而朱丽当年之所以会死 正是因为她收集了证据威胁正刚收手 否则就举报几人 可能是正刚又或许是何秀丽 为了自保当今立断干掉了朱丽 而后又找了当时初出忙碌人狠守黑 迫切想要往上爬的李志田帮自己收拾了残居 伪装成了车祸意外去世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李志田被逼无奈决定 拱手送出48亿时 高进辉对着李志田说 有能力人脉广屁股擦得干净 在我看来 大概率是何秀丽以老爷子的威压 逼迫正刚杀掉朱丽 因为在影片结尾逼迫杨小薇交出手机的情节中 正刚和何秀丽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前者咬死绝不能伤害杨小薇 后者则是逼迫李志田痛下杀手 正刚怒火攻心狠狠扇了何秀丽一巴掌 那种咬牙切齿的模样 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控诉 你当年杀朱丽我忍下了 难不成还想再杀一遍吗 而结尾处何秀丽的几项罪名之中 杀人的罪名也赫然在列 也便坐视了何秀丽谋杀朱丽的罪行 大概是逼迫正刚不成 也便亲自动手 此处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巨大的疑惑 就是被封在墙里的朱丽尸体 到底是不是李志田刻意为之 想留下来日后对付正刚 个人认为这件事不太可能是李志田所为 且不说他当时出出忙碌 会不会有眼界为如此遥远的未来做准备 但在这件事上 他和正刚完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要死只能一起死 不存在用这具尸体来威胁正刚 在我看来 王简单想 正如李志田所说 手下半事不利 事半匹差了 王复杂了想 倒有可能是唐大年当年为了夺权上位 给李志田埋的这一颗雷 作为当年创业武人中 唯一一个跟李志田刀尖舔血混到如今地位的二把手 其心思缜密 兴狠毒辣的本事 绝不逊于李志田 从李志田公开宣告女婿继承自己的位置 到尸体这一炸雷爆炸 再到女婿与苏建明秘密合作的照片曝光 而后顾兴杀人陷害女婿 最后唐大年当面跳反做十二五载的身份 终一条流程 走得实在太过顺水推舟 若要说唐大年从最初就开始谋划这一切 也不无可能 更为讽刺的是 当初李志田想要推女婿上位 公开询问几位公司元老的意见时 唐大年明明白白跟李志田说了一句 我这个人最适合守城 本片大量的外景都取自山城城庆 就比如说苏建明和正刚夜幕之下 关于绅士的争吵 就发生在重庆的著名景点 长江所道之上 背景是千丝门大桥 也是电影中的常客 岳云鹏经典不能活的片段 其背景正是这座大桥 不过在渐如磐石中 对千丝门大桥进行了魔改 将原本只有一条轻轨路线 改为了上下两条 要问为何 大概还是题材问题 为的是创造一个 取字现实但又架空的城市环境 避免大家过度带入现实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我不知道有没有重庆的朋友 跟我有个同感 虽然我并非重庆人 但作为一个在重庆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且来来回回拍这座桥 拍了几十上百次的人 电影的这一次魔改 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 原来建筑领域也存在恐怖股效应 这一说 不仅仅是重庆取景的问题 在原片中也给作为 金江市黑道扛把子的李志田 设计了大量的重庆化台词演绎 以贴合他从一个棒棒军 白手起家的创业历史 就比如他险些被刺杀之后 大发雷霆的片段 以及正刚所说的 但这些重庆化台词在公用版本中 全部被替换成了普通话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时常会感觉 演员的口型对不上 按理说 在一部现实题材的影片中 适量的使用方言 会增加观众的代入感和沉浸感 而影片最终却反其道而行之 其用意与我此前所说的 千丝门大桥魔改一致 都是为了避免大家过度代入现实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重庆取景 重庆化演绎 山城棒棒君的独特身份 以及影片中 虽然明确提及故事的发生实践 但根据影片中使用的 极款手机和系统来看 时间线应该在2010年前后 综合以上再结合具体的故事情节 但凡是对重庆的风云往事 有一定了解的人 都能察觉得到 影片的故事皆有现实中的人物原型 指名道姓我也不便赘述 感兴趣的朋友大可自行了解 咱点到为止 如果说开头的爆炸案 仅仅只是重钢抛出的吊钩 那之后的两场父子局 鸿门宴 才是众离二人真正较量的开始 相信我 如果你能看透这两场戏中 众离二人招招毙命的 画中有画 你会深刻的感受到 什么叫他妈的 谈话的艺术 第一回 李志田大摆鸿门宴 割舌杀鸡 魏敬猴 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 正刚立马就派人把爆炸现场的视频送到了李志田手上 就是明摆着对李志田说 这事是你干的 李志田前脚收到信号 当天晚上就摆了一桌宴席 把苏建明请了过来 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候 你跟这么敏感的人吃饭 你动个脑子没有 目的很简单 就是让苏建明给他老子传两句话 一 爆炸案与我无关 没事别给我乱扣帽子 二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把我逼急了 你也别想有好果子吃 就你还要抓我啊 别让我看到你 看到你头脑 逼急一嘴 叫逼残脸 这两点我相信认真观影的各位都能看得出来 但重点不在此 重点在于李志田传达信息招数的巧妙 宴席一开始 李志田相继介绍在座其余二人的身份 北岸区李主任 你爸的老朋友 苏建明 正副市长的儿子 后又着重强调了一下 养子 开头这两句话已经开始敲打苏建明 一 我今天请的是你爸的人 二 你的事 你爸的事 我都一清二楚 这也是为什么在介绍完之后 李主任笑着接了一句 我们很熟 李志田面色铁青 十分严肃的回了一句 谁不熟啊 而后突然转移话题 指了指正处在李主任和苏建明二人之间的厨师 那我表哥 小时候他们家跑出来 好奇 我的家穷 没啥关照花 臭我嘴巴 钻服当 后来我有钱 我就把他们家船给买了 让他给我做饭 他不能在行为狗带 哦 什么鬼吧 李志田把这个故事讲给苏建明听 一是告诉他 我这个人 有仇必报 绝不罢休 二是以割舌头为隐喻 告诫中刚 闭嘴 紧接着就让手下拿出了李主任跟女人开房的视频 丢进了煮沸的火锅之中 比李主任用手去捞 还着重强调了一句 只能用 右手 因为作为绝大多数人的常用手 废了你的右手 就是废了你的日常生活 说的是 我李志田 要么不整你 要整你就往死了整 此处情节 孔子他老人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见善如不吉 见不善如探汤 第二回 仲刚回百答谢宴 敬酒不吃 吃罚酒 李志田 昨晚跟你吃饭的时候 说什么了 李志田将消息传达到位之后 果不其然 仲刚亲自摆了一桌 回请李志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李志田请苏建明时 桌上摆的是一铺满辣椒的红汤火锅 而仲刚请李志田时 导演特地给了一个特写 桌上明明白白摆的是一锅 清汤水煮鸡 这里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隐喻正李二人的性格 虽然两人都善于玩弄心理 但李志田更具江湖气 风风火火 而仲刚则不显山露水 悄无声息 你玩手转去了 其二则是仲刚当着李志田的面 愤怒地将这一锅鸡掀翻在地 想说的便是 你他妈杀鸡净猴给谁看呢 而后一脸严肃地问李志田 有没有李主任开放视频的备份 李志田谭孝杰 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U盘 这里也为影片结尾 李志田被审问时提到的 那个藏在竹棒里 记录着很多人把柄的U盘 埋下了伏笔 也正如仲刚队开始问 李志田的那个问题一般 张副市长 李老伴 手里头肯定有拍我的视频吧 怎么可能嘛 你在这金江很嚣张 但是我得提醒你 就在你自己那个圈里 李志田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能有一个李主任的把柄 自然也有那赵主任 前主任 孙主任的把柄所在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 到底是真上交纪委了 还是逢场作戏给李志田看 个人认为 这里九成九是真的上交纪委了 第一 这个李主任虽然是重纲的人 但自曾火锅捞手机 这一事件发生之后 这个李主任已经完全变成 李志田手下一条招之寄来 挥之寄去的狗了 一是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自己的把柄 二是因为他见识过李志田 毒辣的手段 对于正纲而言 自打火锅之后 李主任早已与自己同床异梦 丝毫不值得信任 救了他 就是救了李志田手下的一条狗 还不如借纪委之手 趁早割掉这块便衣了的烂肉 第二 正如正纲命人上交纪委时 强调的那一句 讲明来源 为的就是搞臭你李志田的名声 你一个生意人 公开向纪委举报政府官员 这添油加速传了出去 以后你这金武集团 拿地皮的时候 搞开发的时候 疏通关系的时候 谁跟你合作不得仔细掂量掂量 会不会被背后捅到 正纲这一朝旗 既切掉了自己身上的烂肉 也带走了李志田手下的一条狗 还搞臭了他的名声 借刀杀人还顺带着诛心 杀人还要诛心 好可怕呀 三 李慧玲为什么必死 我相信大家在看到结尾 周东宇饰演的李慧玲 被小混混砍死的时候 都会满头问号 在心里默念一句 What the 虽然李慧玲的死法 确实有些太过突兀 让人一时无法接受 但问题主要是在于 剧本编排和影片节奏的问题 从故事逻辑的层面 李慧玲注定只有一个结局 死亡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先说结论 如果没有李慧玲为了保护苏建明 而被歹徒砍死这一事件的发生 那苏建明有极大的可能 不会上交手机 我不知道看完整部影片之后 大家对于苏建明和正纲 这对父子关系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 苏建明虽然嘴上一直说着 自己只是正纲的养子 但其实内心深处 十分渴望正纲的认可 正如两人在缆车上的谈话 苏建明质疑自己的身份 无比激动的质问正纲 为什么从小到大 一直都瞧不上我 正纲苦口婆心的告诉他 不管是英雄还是毒贩 我只知道你是我和你妈的儿子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这一点不会变 苏建明听罢便陷入了沉思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苏建明一口一个养子而已 这么多年正纲也没瞧得上苏建明 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 苏建明心里肯定是和正纲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主动检举正纲这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 他肯定会上交手机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 他最缺乏的 恰恰是他最真实的 别干那些让我丢人的事 阳子而已 苏建明脱口而出的阳子 是因为那是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自始至终他都把父亲瞧不上我这件事 归结为我只是个阳子 这个原因 这个身份恰恰是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 他为什么会想要去主动调查 因为他的父亲差点被那个炸弹炸死 这件案子与自己的父亲直接相关 他虽然摆脱不了这个身份 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一件大事 他自以为办成了这件大事 父亲或许就会抛弃身份的芥蒂 瞧得上自己了 他一辈子都纠结于阳子的身份 一辈子都缺乏父亲的同爱 现在通过朱莉遗留下来的手机 证明了苏建明的真实身份 他自始至终 堂堂正正 一直都是郑刚的亲儿子 自此 杨子的噩梦烟消云散 此时他再回想当初缆车之上 郑刚对他说过的那番话 不管是英雄还是毒贩 我只知道你是我和你妈的儿子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这一点不会变 那么这句话反过来说 又当如何呢 一生缺乏父爱的苏建明 此时又会不会想到 只要他不上交手机 如今名正言顺的他 在接下来的人生中 能否诚实曾经缺乏的父爱呢 他一定会 这也是为什么在手机上交之前 苏建明给正刚打了一个电话 但两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如果李慧林没有为了自己而死 没有为了守护公平忠义而死 那苏建明或许根本不会上交 但这一次不行 因为李慧林就是鸭子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若坚持无论李慧林是否牺牲 苏建明一定会上交手机 那我倒想问你一句 李志田坦白的U盘之中 清清楚楚说了 那里面不光是只有正刚的事儿 还有很多人你要不要打开 而片尾的审判PPT中 明明白白没有一个官上官